都要站立 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疼虚 男人总不懂女人 眼泪真是个意义 女人猜不懂男人 忽然承诺的飞机 有时候爱情 不如和你喝咖啡 一句 和我 对不起 不须目不转睛 只须轻松聆听 yes 酒增增 断头剧场 时间已经是晚上7点41分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 吴家辉 哇 词曲 歌声 从此回忆 木桥可辉 不暖火的云 再美 czy两样都不对 把没走多久 多远 正义体会 懂爱的人生命不夺给 懂爱的人生命不夺给 很令人感动的旋律 这首歌呢 这时候在我们夜首三分的空中 一直在猛打 今天要特别特别欢迎嘉惠来的节目 要恭喜他 这个新专辑终于面世了 对啊 谢谢大家的支持 因为一人一半这首歌 让大家认识到我 所以才有今天的机会 可以发一张专辑 跟大家分享我的音乐 所以要感谢很多很多人 其实我们是比较幸运的 我们今天拿到了 其他的朋友要在414的时候 才可以买得到 4月14号 这张专辑就会在全岛发行 耶 这个封面很美的 我跟你讲 很有feeling的 我跟你说 用美会不会有点不恰当 我觉得很亲切 然后感觉 衣服拼卡了很美 然后很帅很酷的 哈哈哈 因为造型照拍太多张 所以我也不清楚公司是用哪一张 哦 所以你自己喜欢吗 这样的一个封面 对啊我蛮喜欢的 因为就很自己啊 我常常都是这样子 不敢看镜头 哈哈哈 吴嘉辉 比较害臊 有啦有啦 最近都有常看镜头啦 是 其实我们每次我们会听到很多的歌手说 他们其实一路走来的时候很不容易 都是辛苦过来的 我觉得吴嘉辉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开始 就是没有一方一帆风顺的 对对 你可以讲一下你是怎么出道的吗 可能可以跟在听节目的朋友说一下 那其实我之前在马来西亚是全职幕后音乐创作人 然后给我的老板黄云人发掘 嗯 然后就过来新加坡 一直筹备专辑跟一直学音乐 嗯 然后 其实 每个歌手都要经历这些磨练啦 从最基层做起 就是从家庭家里面检草啊 收拾干净啊 然后 就把录音室的东西都整理好 是 然后才自己开始写歌 对他有一些他们有时候帮他补上 买电当给Eric啦 买咖啡给小韩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OK 可能买给Eric比较多 我们还要买酒啦 哈哈哈哈 按摩啦 哈哈哈哈 哇那很幸福欸 没有 其实我觉得运人跟小韩都对佳慧很好 是 他们都很愿意提拔他 而且我觉得佳慧的特质 特质就是这位歌手 他就是 没有很华丽的包装 但是他的歌声和他的歌曲的旋律 真的是可以感动人的 是 我就想当你把 就是拿着这张专辑的时候 拿到自己的宝贝的时候 你其实你的 你的感觉是怎样 我的感觉很复杂 就因为 就筹备一张专辑不简单 而且你筹备了三年 突然间 专辑发了 你拿到了 你自己 长久以来期盼的东西 然后突然间 你又觉得 这是一场梦吗 还是 之后我应该怎么办 就比如说 你追求某些东西 那动力会不会不在了呢 就是之前有这种顾虑 可是刚才看到 很多朋友都很支持 然后还有很多 很多的那个 鼓励 跟支持 我觉得 我应该 要很感谢 有没有哭 没有 可是有 差点要哭了 因为小韩老师 跟华英文老师 送了一台MacBook Pro 给我 哇 是扣你的薪水的吗 而且她是特地给我 超难睡的吗 而且她们是给我驚喜 就是之前没有跟我讲 所以她就放在车厢后面 然后我放吉他的时候 我还看到那个纸袋 就是那个 那个 普通的纸袋 所以我觉得 那包东西是什么 可是因为就是太感人 所以就没有去注意到 然后后来原来 那一包东西就是我的礼物 哇 哇 那很好啊 其实收到这份礼物 应该是对你的 接下来音乐工程也很帮助 对对对 其实我一直很想到一台 比较好的电脑来写歌 可是那个 因为价钱太贵了 所以就一直考虑了四年多 嗯 其实根本没有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发片 对不对 没有啊 从开始到现在 其实从开始写歌 都没有想过会卖歌 然后 歌越卖越多了 之后 才可以发一张专辑 我觉得这完完全全都是天的安排 就是一个机缘啊 就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那我觉得不刻意去做某件事情 的那个感觉会比较好一点 嗯 就是 他没有说刻意要当歌手 也没有说刻意要卖歌 然后就这样全部都来 所以当初你就是很有心去写歌而已嘛 对啊 对啊 就刚刚开始 学吉他 是为了要 骗女生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没有嘛 他当初学吉他 是因为他仰慕黄艳人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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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呀 骗女生就想骗女生啦 越描越黑啦 哈哈哈 也是因为 就是很偶尔 就是他会弹了吉他的和弦之外 就觉得哎 其实我可以唱一些melody进去 嗯 其实当时不懂这个就叫创作 嗯 后来就跟朋友一起去参加比赛 而且唱歌 这样就给公司发掘了 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家说 哎 哇你唱歌很好听咧 没有耶 他们没有这样讲 是吗 他们就说 哎你可以不可以帮我唱歌 唱demo好了 一下子给十首歌我唱 但是从来没有人讲 哇你唱歌很好听 有没有女孩子就听你唱歌然后就 有啊 有一个其他 爱上你吗 没有啦 就是之前有一个女生他就问我 哎你是不是女生 哈哈哈 哈哈哈 就之前啦 哈哈哈 好扫兴喔 你想你以为这女生要跟你讲一些 很有意思的话 结果上前的时候 哎 你是 哈哈哈 还好比我丑 哈哈哈 没有 那说一下专辑啦 这专辑呢 筹备了跟你说 大概有三年 嗯 然后一定有很多人要特别感谢 对不对 对对对 特别是音乐的合作伙伴 对 那我就藉此机会感谢 就第一要谢谢黄云仁跟小海老师 因为他们两个 是公司 里面 其实他们也不把我当作是一个艺人 就是他 打扎的 我给你打扎的 哈哈哈 就是像家人一样啦 他们对我的关心 已经是超越了 某一般艺人的那种关心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也不是在为公司做东西 而是在为一个家庭付出的一些奴隶 是 你是很愿意的 对 虽然我非常愿意 哈哈哈 然后第二个就是 小碩姐 因为他从台湾特地飞过来帮我制作专辑 然后其中 而且去为难他就是 我要凌晨 还是接近半夜的时间 才能把我的歌喉才能开 嗯 可是小碩是个早睡的人 所以他每一天都要熬夜陪我录歌 哦 还有肚子饿了也不敢买 对肚子饿了也不可以吃东西 因为我吃东西我就不能唱歌 是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蒙尼克 因为她 她是我的 她是第一个发掘我 这作品给黄先生老师的 所以 我要谢谢她 如果没有她我就没有今天 对 所以你在新加坡 她在远距离的台北 对 你要感谢她 我要感谢她 她还是听听到我的声音 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这样专辑 是有很多很多的惊喜的 因为我们 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 吴嘉辉很会创作 但是像她的样子 纯纯的 vajin vajin 她现在可以写出 这么多很好听的情歌 所以 哈哈哈 你用的话是 没有我是说 样子 样子 所以其实这些情歌 都是在什么时候写的 晚上吗 特别会在晚上的时候 有勇敢吗 多数是晚上 而且是 而且这些歌 都不是假 不是假设出来的 是真正完完全全 发生过的 一些事情 所以是某一些 身边的某一些朋友啊 哦